HELLO 我姜姜 現在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喔 這一集是因為觀眾反映 我們的正版福多出來之後 我們的原本的舊版福多應該要下架 不過我覺得它可以存在 Anyway 我們看一下這個舊版的福多長什麼樣子 原本這台車呢是只有在特定的場所 他重生的時候你才可以獲得 那麼我們後來呢 GTA更新之後他可以購買這台車 然後現在呢 又出了一台新的福多了 那麼我們看一下 他有什麼不一樣 光這個外觀上面就不同啊 可以看到我沒有槍啊 好沒關係 沒有槍 沒有槍 好 好看到這個車燈有沒有 正版的福多的車燈在下面 那舊版的在前面 但是外觀上面呢是有點相似 基本上不太一樣 舊版的福多跟新版的福多還是有差的啦 Anyway 我們開去改車囉 等一下改車之前我們先實測一下這兩部車 到底有多快好不好 好走 好的各位我們到了這個賽車場了 我們實際測試一下這兩台車的性能好了 首先呢 這台車呢 是我們的 舊版的福多 我在沒有改裝的情況下 他有多快呢 好了 來倒數一下 3 2 1 GO 可以看得出來他是非常的慢速的 直速打到100了 130了 140 看他的極限差不多是這樣子而已 150 160 飛囉 來了 3 2 1 GO 1 120了 130 140 還給我換檔 衝啊 原來他 比舊版的還要慢啊 各位觀眾我們把這台車呢 改裝一下 然後我們再實測一下這兩台車的差異 引擎蓋都被我撞壞了 好 沒關係 我們用最好的賽車級的煞車啊 那麼我們的 因為他的引擎壞掉了嘛 所以我們要回復到A186他的引擎蓋 應該是要黑色的 我們把引擎蓋呢 換成黑色的 OK 然後 塗裝的部分啊 我覺得就用這個就好了 好不好 然後 我們 也不要改太多 就用他原本的 那 群迴賽大絲尾翼 裝上去 然後 炫吊系統 用競速級的 競速箱用最高的 好不好 渦輪也給他裝上去了 其他就不改 好 先這樣 我們來 實測一下 到底有多快 好不好 黑色嗎 為什麼覺得是灰色啊 那是灰色啊 各位 我把它改成黑色 不好意思 好 各位 這樣子 就不會講話了吧 黑色的引擎蓋啊 這才是正版的A186啊 好的 我們去賽車一下 好的 各位 開始倒數了 3 2 1 GO 120 120了 130 140 150 他極限只有到這樣子而已嗎 160了 嗚呼 天啊 他改完車之後只有160的時速而已啊 嗚呼 爽的 好 各位 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的 舊版 舊版 福多 到底有多快 各位觀眾 我們回到了改裝場 我們看一下舊版的福多 咱們就是把煞車換成賽車級的 咱們就是把煞車換成賽車級的 呃 引擎蓋呢 一樣是用黑色的 那麼還有 還有什麼 擾流板 用最大的 甩尾型的尾翼 炫吊系統的一樣用競速級的 變速箱用最少 最高的賽車級變速箱 摩輪裝上去 好 其他就不改了 他也沒有塗裝啊 他沒有塗裝可以用啊 先這樣吧 我們實際 測試一下他到底有多快 哎呀哎呀哎呀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他一定是看了中華隊的摔角啊 直接 被他PK掉了啦 是躺在下面耶 翻不過來了 糟糕 好的各位觀眾 我們終於翻回來了 我先把他 翻回去 哎呀玻璃碎掉了 沒關係 不會影響我們比賽的 我們來倒數一下 3 2 1 GO 110了 130 140 加油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回分要160 哎唷快170了哇 飛出去了 你有玩GTA嗎 你最喜歡GTA的哪一台車 歡迎下方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一次再見 我是江江 感謝你的收看 別忘了按下訂閱分享喔 下次見 拜拜 拜拜